前一周我翻硬盘的时候呢 也找到一些深夜泡面的旧片 我就想那我也做一个春节联播好了 如果你是一个人在吃饭的话 那这套深夜泡面的春节联播 就当做背景音乐陪你吧 这期我们吃的是出钱一丁红烧牛肉味 这个风味是很特殊的 它肉香更重 牛肉味更浓 晚上饿的时候吃这个最过瘾 这叫康师傅啊等等这些的红烧牛肉味呢 其实是流传非常非常广的 那出钱一丁的红烧牛肉味道是什么样呢 我们一会就来吃吃看 从负面上看有经典搭配的红萝卜和一些小葱 打开之后呢里面有两个调味包 一个是调味酱 还有一个调味汤粉包 盐备用三個爱做的红烧牛肉和小葱 盐夹用蒸易水 或是采海都很不错的 盐备抹,盐备瓶了 盐够的 salt 又是 partners 盐备用水 2个油 �� Tool 生煮 牛肉 煮 独ird 肉 胡椒 生薑 胡椒 氨 胡椒 紫 胡椒 水 水 准备 水 水 鸡 鸡 水 这碗出前一丁的红烧牛肉面呢 我们就已经完全成功了 我们来试一下 他来试一下这个味道 就说实话 他这个汤料就是泡出来的时候呢 没有那种 我们常见的 就是康师傅 或者统一的那种 红烧牛肉面的味道 就不太一样 我觉得 不一样 牛肉味好像更浓一点 然后是这上面这个牛油慢慢浸入进去 导致它牛肉味更重 我觉得这个味道更好 它更醇厚一些 这个应该叫牛油拌面 你看每一根面条上都是油光碰亮的 这个牛腩已经非常软 一个牛腩吃起来比面条还要软 什么样一种体验 就这个筋膜都已经炖到脱离下来了 我可以奢侈一点 我一次性放两块 太好吃了 这是我之前吃过的最好吃的红烧牛肉面了 真棒 牛肉一定要炖的非常非常的烂 每一口下去 都像会爆出来的牛油一样 然后把萝卜也放上来 一口 牛肉跟萝卜一起吃 超像肉味特别浓郁 现在这个我要捧起来 一口气吃完 捧起来才知道里面还埋上个三块肉 太爽了 如果想知道我们下期吃什么的话 只要点一步关注 还有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晚安 realise 我们下期订阅 吃 TI